嗨 大家好 我是娜娜 好久不见 今天嫂子准备带我进山 这真的是 刚从山里面逃出来 然后又被带进山里面去了 那你们猜我们今天去干什么呢 我们现在去集合 去哪里集合 我们去龙华那边 龙华区 友谊广场那边 进山 进山 我们到达目的地了 看他们两个的装备 还有盖脸的 我只有个帽子 遮一下脸 防晒什么的都做好了 后面就是荔枝园 我们一路进来的时候 看到路边有好多黄蹄 鸡蛋果 还有荔枝菠萝蜜 还有黄蹄 还有莲雾 还有很多很多好帅啊 对 我们是在 哎我忘了说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了 我们今天是来摘荔枝的 我们是在这个 就是海口永新这边 好像这边的荔枝是很出名的 所以这边荔枝王很出名 我们今天来果园来摘一下荔枝 等一下看我吃荔枝啊 我今天要吃个饱饱的再回去 把本吃回来 我们有门票的 这里就有一个 看荔枝没有过来 我先尝一下甜不甜 哇 尝一个 甜不甜 甜就是有点烫 哈哈哈哈 那么大太阳 那么高的温度 这是热的 要凉的更好吃 好甜啊 这壳也很小 这是荔枝王吗 是 这个是荔枝王 我以为荔枝王是这么大一个 这样也还好 也还好 敬请期待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去摘 我不行了 我的口水流下来了 有没有纸帮我擦一下 来 你吃一个吧 摘一下 真的好吃 为什么我哥说不好吃呢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壳 我觉得还好 这是有点烫 这个 壳有点大 也不是很大 还好 我觉得 毕竟它这个这么大 你看好大 是不是好吃 我觉得挺嫩的 好爽 这树上全都是红的 感觉都好吃 哇 这棵的也太大了吧 比刚才我们吃的还要大 历史王嘛 当然要大一点 你又开吃了 开吃了 把本吃回来 我也要吃了 开始作战 嗯 是吧 越红越甜吧 是 我还没起 哎你在哪里 哈哈哈哈 好 随地乱土 垃圾 肥料 老板说扔这里面 当肥料 20块钱 我感觉 才吃几颗 我都已经觉得饱了 战斗力不太行啊 我还以为我很厉害呢 可能是这个太大一颗了 咱就才吃几颗就饱了 25一斤 这一斤都还没吃到呢 25的门票 嗯 起码要吃一斤半 才够 嗯 是免费的还是撑筋的 撑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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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钱的 嗯 黄皮 黄皮10块钱 黄皮10块 荔枝呢 荔枝25 那外面卖多少 不知道 贵一点吧 贵一点 我们这是园里面的炸 荔枝25块钱也好贵哦 左边荔枝 右边黄皮 随便吃 尝一个 为什么这边都这种 那么多这种石头啊 这好像那种海底的那种珊瑚礁一样 是不是 真的以前这里就是海洋 它是晒枯的吧 晒枯的吗 嗯 吃饱了 现在开始摘荔枝 拿一点回去 你就说你吃了多少个 不多也就几十个吧 再去个零 不要拍我的肚子 快点摘 你看 多带点回去给小七他们 对 你看好大啊 这几个 对 我觉得都可以摘了 我觉得都好红了 你看好大 你看这边的果 很好看哦 对 基本上都是红的 你看这边你要看这个 你看 都是一串一串的 对啊 好红啊 来 请你们吃荔枝 谢谢 谢谢 我替他们谢谢你 哈哈哈 吃不到的朋友没事 我吃给你们看 帮你们尝一下 如果好吃的话 下次你们过来 然后就一起过来吃 看这果肉的感觉 挺不错的 真不错 很甜 你吃个二胎回去吧 别怕别怕 哈哈哈 哎收一下收一下 哈哈哈 你看 跟我的鼻子 一样大 哈哈哈 比我鼻子还大一点 那意思就是你鼻子很大了 还好 哦也是哦 哈哈哈 这个我鼻子没有太大大 你看他大一点 我鼻子小一点 比你脸还小 不比你脸还大 脸就夸张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哇 这可好红啊 我感觉随便摘一个都可以 随便是 哎呦 这个开口了 我先吃掉好了 留着口袋自己吃吧 哇 一串直接 嗯这个很好看 都可以拿回去了 嗯 这给小七吧 这个量小七估计一颗就饱了吧 哈哈哈 有可能哦 完了不够高 其他的 我我我发现了 好像就是 越晒得到太阳的地方 他就越红 嗯 他说这里凉快 你看这个地址都没有红 他就找到 他就找到凉快的地方 哈哈哈 他就找到凉快的地方 结果这棵果树 你看都没有果子 我还以为多少果子 真的没有果啊 你看就看到他的脸 好粗的 这细细缭缭的几颗 你就是来这里乘凉的 但是这有风 你看他树都在动 这边 这边也没没刚才那颗红 哎你是真的哪凉快哪待着去啊 哈哈哈 哇这两颗也好红啊 这颗的还可以 这颗树的 这边的都红 好啊 我我在这里 这里上个子 好大哦这个 装袋子 这里呢 你别把人家树枝压断了啊 等一下要赔树枝钱 不会的 要摘黄皮回去吗 摘一点吧 来就来了 你看还好吧 但是我感觉这个好小啊 这个是野生的 一般我听我一个同事 他是用心的 他说黄皮圆圆的小小的 就说明他是野生的 如果长长的到大的他就是嫁接的 哦这样子啊 对啊 你看啊那个皮 每种甜 这种啊黑黑的 你看皮有点黄到有点发黑 这种就是甜的熟了 你看像这种很明显的啊 轻轻的你看这颜色很亮 要找大颗一点的 也不是你看它的颜色大颗也行啊 大颗的只要是这种颜色的也甜 大部队准备回家了 我们摘完了 都大包小包的 走了走了太晒了 从早上9点出发 然后到现在都快1点了 从哪边走啊 迷路了 太错路了我 然后我还发现一个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这个小哥哥跟老肥哥挺像的 偷偷的看 偷拍 偷拍 我这个肯估计100多 也很 帮起来 没有才90 比他的还轻 为什么 不会吧 我这边一个重 你怎么我这个闪一点 刚好90 你的为什么看起来比我的少一点呢 就这两个是吗 对啊 准备回去了 终于回去了 热死我了 其实当我下车的那一刻我都已经后悔了 我想回去了 那这样还是 还是就是在这里 就是 森林基金的氛围还是不一样的 那那是 起码在这里吃的新鲜的 就是太热了 要装个空调才行啊 随身携带个空调 毕竟在海南生活真的是需要空调来续命的 这条命是空调给的 对